我那時候好像看不到誰 他就講說 女生什麼三四五歲以後 卵巢的那個品質啊 我會驟降 我那時候其實呢 心裡邊好像就是覺得說 這也太誇張了吧 這樣怎麼 就是過了三十五歲 怎麼可能這樣 結果我就進去看那個結果報告 真的真的就是驟降 把EMH值掉到二以下 我那時候動卵的時候大概在五 五吧 因為那時候如果我是用現在的 那個當下的卵子 我覺得可能真的 不管是值還是量 應該都不好這樣 所以那時候才決定說 用我就是動的那些卵 來配對看看這樣